尽管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离世之后 白金汉宫一直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 但王室的工作却从未停止过 据《每日优报》当地时间10月22日消息称 新国王查尔斯三世已经表示 他不会推行过于精简的计划 在职的王室成员会保持在11人 包括他本人和王后卡米拉 威尔士亲王威廉和王妃凯特 安妮公主 爱德华王子和苏菲王妃 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王子和公爵夫人比吉特 亚历山德拉公主以及肯特公爵爱德华王子 报道称 这个消息是由一位王室内部人士透露出来的 现年73岁的查尔斯准备在自己的加冕仪式之后 再将这个决定公之于众 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作为最为核心的两位成员 一定会肩负起更多的职责 而因为履行职责的王室成员减少 威莎家族将不得不减少每年3500次的活动 而王室助手们也正在评估 这种周多僧少的局面所带来的影响 而作为未来国王和王后 威廉和凯特将不得不增加工作量 并接受新的工作 但据说凯特已经明确表示 他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留给三个孩子 虽然活多到干不过来 但查尔斯三世显然不愿意让 深陷丑闻的二弟安德鲁王子归来 甚至连他的两个女儿 比阿特利斯公主和尤金尼公主也被抛弃了 不得不说 这位伯父做事情还是挺决绝的 当然 他连自己的二儿子哈里也是一样弃用了 既然哈里梅根主动出走 还靠着消费王室博眼球 那当国王的也就不再纵容了 就像查尔斯在成为国王之后 第一次公开演讲时说的 我还想表达我对哈里和梅根的爱 因为他们将继续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生活 而这句话当时就被解读为 他把儿子儿媳给解雇了 另一方面 查尔斯也表现出了对上一辈的尊重 他留任了四位长辈 现年78岁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王子 是乔治五世最小的孙子 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堂弟 也就是查尔斯的堂舅 理查德王子原本是要走学术路线的 但哥哥威廉王子却因飞机事事意外损命了 于是他就成为了家中的唯一继承人 继承了爵位 公爵夫人比吉特出生于丹麦 跟随离婚的妈妈来到了英国 和丈夫在1972年结婚 婚后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格洛斯特公爵夫妇的生活很平静 与乱七八糟的事情无缘 默默地履行着王室职责 现年86岁的亚历山德拉公主 和伊丽莎白二世一样 是乔治五世的孙女 在亲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去世后 女王和这位堂妹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 作为女王最年长的堂弟 肯特公爵爱德华王子曾在女王生前 陪着他最后一次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 虽然已经87岁了 但他依然没有被退休 查尔斯三世还是想让这位看上去 其貌不扬的堂舅继续抛头露面 而至于生活在身边的三个孙辈 九岁的乔治小王子 四岁的路易小王子和七岁的夏洛特公主 因为还很幼小 查尔斯并没有让他们肩负起职责 但估计未来也是会被唯一重任的 尤其是乔治 另据报道称 查尔斯格外宠爱孙女夏洛特 她曾在自己的模范小镇 伯德伯里跟民众聊天时说 自己一直都希望有个孙女 而现在真是如愿以偿了 我很激动 我希望有一个孙女 当我很老的时候 有人来照顾我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很难缠 嫁入王室后根本不会安分守己 胃口和野心反而越来越大 其实从一开始就露出马脚 只不过哈里是个恋爱脑 被梅根的小把戏耍得团团转 梅根结婚前真是咄咄逼人 在米其林餐厅摆出英国王妃的架子 炫耀自己再跟哈里王子约会 这位好莱坞三流小演员 在搭上哈里王子后 整个人瞬间变得自信了许多 根据王室专家 麦克尔切奇在《你的桌子准备好了纽约是大师的故事》 一书中爆料 梅根王妃婚前极其嚣张 打着哈里王子女朋友的旗号 疯狂秀存在感 甚至还闹出不少笑话 当时梅根刚刚跟哈里谈恋爱 衣食住行都提高了好几个档次 早已视为准公爵夫人 在一次约会的时候 梅根的助手来到米其林餐厅订位子 全程的表现都很咄咄逼人 这位助手直接亮出身份 表示梅根马上就要成为公爵夫人 要求米其林餐厅提供一张单独的桌子 约会地点是纽约市米其林星级酒店 里口口 20分钟后梅根要驾到 希望餐厅可以妥善安排 梅根的理由十分充分 认为自己要跟英国王子约会 因此理所应当 享受特权 助手也是奉命行事 要求米其林餐厅提供单独的桌子 并且让周围的客人保持安静 米其林餐厅负责人 切齐阿佐林娜先生表示 没有能力为梅根行方便 无法立刻提供一张完整的私人餐桌 助手还是不死心 说你们难道不认识梅根吗 她即将成为英国的王妃 理应在私人区域就餐 切齐阿佐林娜对这些言论无动于衷 不理会梅根摆王妃的架子 而是只给出一个微笑 她告诉纽约优报 来这里就餐的人都有权有势 没有人会关心你的身份 对梅根的评价是粗鲁和可怕 以准王妃的身份向餐厅发号施令 甚至希望使用特权 这个趣闻一发布 立刻登上头版头条 大众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婚前的梅根就这么咄咄逼人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却暴露了梅根的内心 从一个岌岌无名的女演员 一下子成为英国王妃 让梅根彻底迷失了自我 甚至在公开场合要求使用特权 说到底 梅根只是个名人 跟贵族的差距还有十万八千里 难怪无法融入王室的生活 认识哈利王子之前 梅根只是个小演员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靠跑龙套维持生计 福克斯新闻频道王室撰稿人 邓肯拉克姆爆料 梅根太把自己当回事 对王室生活抱有太高的期望 甚至有种小人得势的嘴脸 无论对白金汉宫工作人员 还是米其林餐厅的服务生 都有种发号失令的感觉 不得不承认梅根性格中 有强势的一面 但是也有自卑的一面 因此刚刚跟哈利约会的时候 就开始摆出王妃的架子 这种方式让人很不舒服 但是梅根却享受其中 对于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而言 以王室成员身份走红毯的时候 都当成自己的舞台秀 英国王室讲究沉稳内敛 梅根却像极了浓妆艳抹的花蝴蝶 难怪不受伊丽莎白女王待见 梅根也曾努力融入王室 但是却难掩咄逼人的性格 甚至爆发了欺凌案 在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世界里 自己已经是主子 工作人员们只是奴仆 大众最反感的地方 就是梅根的强势和无知 为自己招了很多黑 王室支持率也逐渐下降 作为王室成员出息活动的时候 代表的是整个王室 然而梅根的种种行为 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因此离开王室才是最好的选择 梅根喜欢抢风头和博板面 更适合生活在娱乐圈 有梅根王妃在的地方 就不可能缺少话题度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招摇过世 即使在结婚之前 梅根就开始变得趾高气昂 现在更加变本加厉 事实上哈里才是货真价实的王子 在梅根面前成了小跟班 这样的转变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 在这里小编想起了麦穗理论 越是成熟稳重的 越会低下头 只有腹内空空的 才会昂起头颅 也许前王妃梅根 从未摆正过自己的位置 好 好